作为四次获得烹饪餐饮节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比尔德奖烹饪写作大奖的作者 福霞邓洛普与中国美食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位宗发碧眼的美女作家感叹 与鱼翅与花椒中她第一次来中国的经历相比 中国变化大得不得了 每一次来都会有新收获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之际 福霞邓洛普再次来到中国识美寻香 和普通美食作家不同 福霞邓洛普不仅对中国各类菜系如数加珍 还能亲自操刀烹饪鸡豆花等高难度四川名菜 这一切要从1994年 福霞邓洛普来到四川大学求学说起 福霞邓洛普回忆 当时成都街头很难买到好的奶酪巧克力 学校的外国留学生不过百余人 但这些都难党自己学习厨艺品尝地道川菜的热情 我知道圈赛特别有名 提前一年来了一次成都 吃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在四川应该很有趣 偶尔去穿的就被的小方馆 餐饮馆子 那个老板说我一下 说我可不可以进入厨房学习学习 他们很友好 在四川一年多的求学期间 福霞邓洛普走遍成都大街小巷 寻找淡淡面等民间小吃 在菜市场看宰杀活鸡 吃脑花品兔肉 还前往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 龙抄手店拜师学艺 这段经历被他写入鱼翅与花椒 于2008年在英国出版后广为流传 福霞邓洛普告诉记者 之所以将书名取为鱼翅与花椒 是因为鱼翅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神秘的食材 而花椒是麻辣川菜的特色 鱼翅与花椒合在一起 代表着中国美食的神秘与有趣 鱼翅与花椒中益本 与2018年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 不少读者被福霞邓洛普笔下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美食 与市井民风吸引 作为这本书的翻译 在四川途生途长的何宇佳 领略到了外国人看川菜的独特视角 同时体会到了天下吃货一家亲的共鸣 从一些我们日常的用词当中 发现中国人这个名以实为天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会说 表示我们之间的亲密程度 会说生人或者熟人 他所描写的那种绵密的口感 然后丰富的味道 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天下吃货一家亲嘛 何宇佳告诉记者 从小吃着川菜长大 反而让人容易忽略品味其中的独特 他和福霞邓洛普有同样的感觉 川菜是百菜百味 而不是只有大家所说的麻辣 我觉得川菜给我的感觉 和成都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丰富 热闹 甜蜜 懒散 像书里说的一样 其中的那个辣是 用来勾起你的味蕾的其他感觉 这本书就是让我奠定了 一个川菜的理论基础 而且真的是让我对川菜的那种 感情更为加深了 感谢观看